加萨市暗夜炮声火光没停过 人在加萨边界的CN记者 也能感受到乙军猛烈攻势 直言定表都在震 不过乙军加大攻击力道 就怕哈马斯反击更加猛烈 以色列民众忧心战事扩大 不过军队似乎有信心 接受外媒访问 以色列狙击手直言已经准备好 冲突至今 以色列完全无惧国际压力 做出任何妥协 除非哈马斯释放人质 否则想要乙军停火 恐怕绝无可能 TVBS新闻环轩报导 不过以色列地面战事压哈马斯 似乎也让人质危机出现了转机 因为CN就报道说 一名哈马斯发言人说 他愿意来以色列来协商换球 刚举标语喊口号为人质发声 点亮手中的白色蜡烛 祈祷人质能平安回家 以色列预袭超过两周 200多名人质依旧下落不明 总理纳坦雅胡18号再会人质家属 地面战事压哈马斯是否奏效 还是未知数 不过人质危机似乎出现转机 CN报道哈马斯发言人表态 愿意与以色列协商换球 不过要求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 多次居中斡旋的卡达直言不容易 但绝非不可能 只是面对哈马斯 以色列政府态度强硬 换球能否为人质为机解套很难说 但国内反弹声浪恐怕也止不住 以色列报复性轰炸也让纳坦雅胡内外交迫 土耳其总理爱尔段怒批纳坦雅胡根本恐怖分子 连体制大炮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也隔空开枪 以色列对加萨的狂红滥炸 国际舆论逐渐转向 人质危机该如何解决考验以色列政府 TVBN新闻全报道 受到以色列的狂红加萨地区的网络连线 是完全被切断 不过马斯克最新也说要提供援助 再请右轩带大家了解 好 27号以色列在扩大军事行动之后 也就是空袭还有地面部队是双管齐下的 这其中就包含了他们针对加萨地区 像是在通讯还有网络设备 通通都是中断的 巴勒斯坦红星约会就说到了 如此一来的话就针对他们的主要紧急电话号码101 阻碍了救护车的救援 所以可以说他们现在完全与当地的团队 都已经是失去的联系 进而就会阻挡到他们的救援行动 所以现在马斯克也要来出手了 也就是他们将会提供所谓的新链服务 如此一来的话就可以支持这个国际认可的 救援组织 他们在加萨的联系行动 但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第一次的来介入战争 也就是这个新链服务在当时乌克兰 还有俄罗斯的战争当中 马斯克就已经说到允许新链部署在乌克兰了 但是随后马斯克又说到他们拒绝提供访问权 因为就是要阻止乌克兰 持续的来攻打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爆炸巨响接连不断 以色列加大轰炸火力 现在甚至切断所有通讯 整个加萨楼着一个黑暗中 直到白天才看清楚炮火有多猛烈 遭到轰炸的高楼一栋栋崩塌 整个加萨烟雾弥漫 大陆环球电视网记者在镜头前求救 整个加萨犹如孤城 因为切断通讯等同切断平民的救命线 国际救援组织说 在加萨的工作人员失联超过16小时 当地人无法叫救护车 更急迫的是上千名加萨孕妇 随时可能临盆 担心局势全面恶化 马斯克宣布SpaceX的新链会来加萨开通 他说虽不清楚加萨地面通讯有哪个单位负责 但他会支持国际认可的援助组织 另一边召开记者会的以色列军方 面对排身倒海的质疑强引反击 而以色列似乎是在为地面战做准备 专家说以色列认为 哈马斯拿加萨人身王大外宣 切断通讯是不想让平民成为哈马斯的新战武器 TVB的新闻总部导 好 其实以色列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哈马斯 那可不可能成功呢 未来加萨的统治权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更多的讯息我们要持续来交给佑轩 以巴冲突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尽头 但是以色列已经是誓言绝对要来消灭哈马斯组织 但是一旦这个冲突真的是走到了尽头 结束之后 到底加萨地区他们未来会怎么发展 如何的来恢复这里的秩序 以色列目前都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但是像是有台拉维夫的专家就讲到了 以色列绝对是不允许出现所谓的权力真空 因为一旦他们真的是完全快速的撤兵之后 有可能就会让所谓的激进组织来控制这个地方 但是他们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现在专家有提出了有五种方案 也就是未来加萨政权的可能性 首先当然就是包含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来接管加萨的政权 当然也有可能是巴勒斯坦组成文职政府 或者是最终不排除由阿拉伯国家来联合治理 当然也有可能是由联合国这边来组成 所谓的领导政府 而未来到底加萨地区的走向会是如何 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而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的话 也可以扫描QR Code加入我们TVBS新闻APP 带你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APP